这位年轻的女子父母早逝 哥哥和妹妹都患有自闭症 昨天 一位所谓的大师告诉她 只要从天后都开始磕头 磕到占山寺就能治好哥哥和妹妹的病 海归父亲看到新闻直播 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这时现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有同情的 有嘲讽的 已经奔跑到女儿身边的爸爸 看着眼前的情景 脑子里却闪出了另外一个画面 不不 我没有不管他们 您一直热衷于自慈善 是不是心里觉得对不起他们呢 能连自己患病的孩子都不管 虽然公众名前门口仁义道德 您不觉得是七十道名吗 原位国你不能去 他对外声称他的父母一定死了 他现在替我这个做父亲的磕头啊 难道你要告诉大家说 他的父亲还活着吗 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社会名流 著名的慈善家原位国 曾经抛弃年幼的女儿和患有自闭症的儿子 你能承担起这样的后果吗 就这样 就在伸手可抱自己女儿的一刹那 他退缩了 就连地上女儿的血迹 也没能够让他不顾后果 勇敢地站出来 新闻直播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 但凡相关的人都在关注 妇联办公室看到了 咱们怎么也得去劝劝 把他做完 即便他知道没有用 也有在尝试过之后 才不甘心 咱们为了自己的孩子 谁没做过啥事 葡萄的老公看到了 爸爸的妻子看到了 他还没磕完 还差一磕 从早上五点磕到磕到现在 他脑子肯定有病 他家是为了给哥哥妹妹治病啊 从小没店没娘 在进宿学校 靠卖东西养活自己 多可怜啊 他说了一句 原来是他 然后把腿就跑 一路上他回忆着 快点磨磨唧唧的 你要得让老师说 有你活看的 别给他 同感不感 欺负人了 搞定 谢谢 把脸擦干净 小子 在花儿面前不能忽 心里再害怕也不能忽 不然 他们觉得你好欺负 就会老欺负你 记住了吗 完了 你记住了吗 你出去的 你买东西 废话 没惨了 没关系 我有钱 我全买了 有钱 你Even 我很幸福 还有一点 搞恁 他是 我